這次讀經就是以賽書40章 其實我會分開三次來讀 這段經文特別出名的 就是最後講到 倚靠耶華等候耶華的必重生得力 這個是他們必如英子切上騰 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 這段經文其實也講到神的掌管 神為何猜遣屍世若翰尼 預備神 聖經講到預備神的路 所以這段經文告訴我們 耶穌是神的 我們一起讀 以賽書40章第一節開始 你們的神說 你們要安慰我們的百姓 又第三節 有人聲哭著說 在曠野預備耶華華的路 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 一切山蛙都要填滿 大小山光都要削平 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 軌軌軌軌軌軌的必成為平原 我們也看了馬太三章三節 說到這個預言應驗 我們一起讀 這些經文是一樣的 我們一起讀 這個經文發生 有人在喊叫 在曠野預備耶華的路 哇 預備神的路 神要來 所以這個經文是預備到 耶穌有一天來到的 而當經文應驗的時候 馬太福音三章三節 我們就說到 這個就是應驗以賽的預言 就是施世約翰預備耶穌的道路 而這裡說到 不是預備天使的路 耶穌不是一個天使 是預備耶華的路 是預備神的路 所以這個來到的 這個就是耶穌就是神 施世約翰為甚麼 在山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 預備好這條路 山蛙要填滿 山大小山光要削平 這個是一個比喻來的 就是不是好像他們 將山都挖平了 將山谷填滿了 就不是這樣的意思的 而是應用在人的生命之中 就是我們低沉的地方 軟弱的地方 就填滿了 有神的滿足 然後驕傲的地方 以為自己很厲害 就要削平了 就知道其實我們 所有一切都是從神而來 我們沒有一樣東西 不是從神而來的 所以我們就 施世約來預備人的心 叫人有謙卑的心 能夠我們的驕和放下 也同時如果自卑的 需要建立在神裏面的自我形象 因為我們都是寶貴 是神體重的 我們不是垃圾來的 我們是非常寶貴 非常重要的 然後第五節 耶和華的 一起讀 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然 凡有血氣的必一同漢見 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有人聲說 你喊叫罷 有一個說 我喊叫什麼呢 說 凡有血氣的盡刀如草 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草必枯乾 花必雕殘 因為耶和華的氣吹在其上 百姓成言是草 草必枯乾 花必雕殘 唯有我們神的華 必永遠立定 這裡又再說一次 耶和華的榮耀一定顯然 所以說到這個 施世約翰預備的道路之後 然後神的榮耀就會顯然 所以這裡讓我們看到 就是耶穌就是神 祂的榮耀要顯然出來 凡有血氣的必一同漢見 即是看到神出現 那就是耶穌成為肉身 神成為肉身 來到世界上 有血氣的人都可以親眼看到 神來到世界上 這個是耶和華親口說 神親口說 要發生的事情 有人聲就說 你哭叫 有一個人就說 哭叫什麼呢 就是凡有血氣的盡刀如草 他的美容都漲野地的花 草必枯乾 花必雕殘 就是說 其實人就好像草一樣 好像花樣 其實我們都是 很快會過去 我們的年日是有限的 有一天 雖然我們多厲害也好 多健康也好 多富有錢也好 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會雕殘 我們的身體健康也會雕殘 無論多健康的人 都有一天會雕殘 因為耶穌的氣吹在其上 百姓成然是草 草必枯乾 花必雕殘 草是會枯乾會雕殘 不過 神的話 是永遠立定的 一路跟著說 神的子民雖然好像草 但是我們會有神的力量 我們有從神而來的能力 所以我們不需要擔心自己 沒什麼用 我知識不夠 我讀書不夠多 我的智商不夠多 不要緊 神會給我們力量 神會賜給我們能力 跟著二塞書四十章九節 繼續我們一起讀 報好信息 吸石安的亞 你要登高山 報好信息 吸耶路撒冷的亞 你要極力揚聲 揚聲不要懼怕 對猶大的誠一說 看下你們的神 主也說 必將大能者臨渡 他的綁秘必為他掌權 他的賞賜在他那裡 他的報應在他面前 他必將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 用綁秘聚集羊高 若在懷中 慢慢引渡那 與養小羊的 這裏就說到報好信息 你要去報好信息 如果大家記得 張牧羊人去到巴黎行 找到耶穌的時候 他就去四處去 他就去宣揚 這個救主已經降生 也在聖殿裡面 有阿娜和 還有 一下子想不起 有一個年長的 兩個都是年長 一個男一個女的 西面 西面 西面和阿娜 他們就 當他見到這個是耶穌的時候 他們也是去講給所有盼望 以色列的一個聖者來到的人 就講到要宣揚這個好信息 他就說你極力揚醒不用怕的 對猶大的聖一說 你們的神主耶華必將大能者臨渡 哇 神要臨渡 再說一次 他要臨渡 但他臨渡 這裏講到是一個牧養的方式 不是一個像打仗那種的 那種離島 他是有能力 但他的能力是牧養人的 他在那裏有賞賜 有祝福那些信靠他的人 並且我們 將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都不能不得賞賜 必定得到賞賜 他的報應 在那裏 他會賞賜 親近他的人 遵從他的人 那些不聽話的人 神也會報應 會懲罰 他就好像牧人 他都是耶和華 是講到神的 他就好像牧人 牧養自己的羊群 用綁秘聚集 陽高抱在懷中 慢慢引渡那 羽養小羊的 你記得有一次我講過一篇 說到神是擁抱的神 我亦都說以塞亞是擁抱的先知 因為他有三次講到擁抱 講到神擁抱 這也是講到擁抱的 他就會牧養他的羊群 用綁秘聚集陽高抱在懷中 講到這種很親密的關係 所以我這首詩歌 並不是沒有聖經的根據 飛呀飛,飛呀飛,飛到耶稣 懷抱女 聖經有講到耶稣抱著我們 神抱著我們 所以這個是聖經所講的 就是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而我們將來真的去到新天新地 也可以耶稣真的抱著我們 祂是會抱著我們 用綁秘聚集陽高抱在懷中 然後那些羽養小羊的 即是牧養其他小羊的 照顧其他人 神就會引導他們 即是神都特別體重那些侍奉的人 我也希望大家成為侍奉的人 侍奉的人不一定做牧師 如果你中間有人興起做牧師傳道 我是非常開心的 我一定會幫助你 如何逐步逐步提升 其實我以前都在神學院教 教那些神學生成為牧師的課程 並且是我策劃去計劃那個課程 那個課程包括什麼 就是神給我 我感謝主給我這些知識 能夠去訓練 如果大家有心事奉 我是很想幫助你 你有這個心 你告訴我 我就開一個群組 群組做什麼呢? 就是你們想學什麼 我們就會教你 並且我會給你一些功課去做 如果你想做功課的 你說我不是只想來聽 我想練習 我想要粗練 那你就可以寫 可以說 錄音給我 甚至有些說得好 我就會把你的訊息放上網 你說我預備了 這個可以嗎? 我可能幫你修改一下 然後可以放上網 並且有一天 我也可以容許你上台上去分享 這個也是一個提升的 我目的是想提升 即是說我們羽養小羊 羽養你們 你們又羽養別人 神是很喜歡的 神就會慢慢去引導你 帶領你 提升你的生命 所以《二塞書》40章 是非常特別的一章聖經 我也希望大家 其實我讀經這段時間 我選的經文 都是一些比較重要的經文 你熟習的時候 你就知道《二塞書》40章 是預言到 《詩世約翰》預言到 耶穌來到 祂就是耶穌華 來聚集祂的子民 去擁抱祂的子民 去祝福他們 並且賜力量給他們 原主祝福祂的華語 幫助我們 信靠神的大能 神的恩典 祝福祂的祝福祂 祝福祂